大家好,我是章俊傑, Jake 我是從事故事創作、動畫製作和教動畫 我小時候開始喜歡在牆上畫畫畫 同時也是讀書過程中發現 畫畫這件事是做得比較好 覺得在那個時刻是一個開始點 接下來我愈來愈多了解動畫製作流程 慢慢就開始對他愈來愈有興趣 我剛來香港的時候就已經來深水埗 所以這道感情是非常複雜的 它是一個很融會各種文化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這道 什麼時候下街都有燒東西吃的地方 《Pokey Pokey》是我比較認真地去想故事的作品 讀《Bachelor》的時候幾個同學一起創作 其實那個時間創作跨到差不多有好幾年 之前想一起做 但是大家因為各種事都沒有做到 美國的時候有這個機會 我就說不如我把大家的想法 修改完完整了故事之後 把它重新做出來 所以做完之後 對我們的創作者都很有意義 看到的電影 但我更加喜歡觀察身邊的人 他們身邊的一些小事情改變 改編和誇張 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洗澡 第二種就是 因為平時畫畫是用右手 我會用左手畫畫 或者後面用鼠標畫畫 用手指在電話畫畫 我會換一些不同的方法 畫一些好像跟project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 這樣去幫助自己 分兩部分 就是創作階段 例如想故事的時候 我就相對獨立 但是到製作的時候 我又會相對開放 跟朋友一起去碰撞 去看看收不收改到那個故事 早前是隔壁的SGAD 因為我來的時候 就是在那裡教書 因為各種原因 之後他就撤離了香港 是我印象最深的 製作完一個動畫之後 看到他在一個大的電影 那裡展映的那個時刻 是很豪華的 我會喜歡搜集那些e-books 都不會看 看名字或者title 可能會吸取到靈感 不一定是隔壁 但我覺得是要全面地看回 自己屬於什麼類型的人 比如說缺點 或者覺得很多缺陷 某個點 它會轉化一個energy 有時候發現這件事 可能反而會是一個strength